請總統頒發獎盃 好 請總統頒發獎盃 好 看前面喔 再來請總統頒發我們的獎金 亞軍獎金 雖然今年沒有拿冠軍啦 但是其實今年我們的獎金是Double的 所以還是好棒滿滿的回去了 好 看前面喔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獎金的隊伍 接下來 防疫還有經濟以及許多領域都表現得不錯 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 接下來面對後疫情的挑戰 以及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 我們必須繼續領基實力 發揮優勢 讓台灣能夠持續發展 在全球公民業中 蠻嚴關鍵的角色 要完成這樣的重要目標 我們需要有更多優秀的年輕四載人才 一起投入 一起為台灣的未來打拼 民進黨一直都很鼓勵 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 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管道 讓年輕時代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例如之前 我們客家庫主辦的賀金賀麗營 青年部跟民主學院合辦的 國務卿喜劍營等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年輕人 對於地方自裏有很多的想法 這次的國際知識競賽 也再次展現台灣年輕人 對國際事務的熱情 我相信每一位參賽者 都有潛力成為台灣 拓展國際交流的生理軍 我也鼓勵各位同學 持續的學習新知識 培養出更多元的思考和觀點 為台灣未來發展提出更具有啟發性 也更富有創意的地方